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来台第二天出席外交部举办的凯达格兰论坛 以印太区域安全发表专题的演讲 麻生认为只靠全球化相互依存的时代已经过去 当代的区域安全问题就经验来看 需要靠提升自己和盟友的嚇阻能力才能维持和平稳定 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麻生太郎 并外交部邀请出席印太安全论坛引发社会注目 蔡英文总统在开场致辞首先提到 世界局势在疫情前后发生重大转变 印太区域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地方 有数不清的合作机会 但是强权角力也因此在此处频频上演 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议员 已经随时准备好保卫家园和伙伴合作一起抵抗极权扩张 外交部长吴钊燮特地为麻生的演讲做引言 介绍麻生一直积极深化台日友好关系 并为区域安全做出贡献 麻生太郎在演说中表示 从俄乌战争跟其他国际安全事件得出经验 要有发挥强大嚇阻能力的觉悟和策略 才能真正保障区域 包含台海在内的和平稳定 首先第一个要有那个嚇阻的能力 万一的时候我们要利用这个嚇阻能力 要有这个动用武力的这个遗致 并且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一个认同 最重要就是要把这样这个有能力嚇阻的这个事实 我们有可能万一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使用武力来嚇阻 这个外来的一个情况 把这些事情还有人民有这样的一个意志 让对方让对手聪明的了解 要这在三个前提成立之下 才能够发挥相对的嚇阻的一个能力 拥有丰富台日互访经验的麻生太郎 长期与台湾政坛领袖交好 现职自由民主党副总裁 重要性仅次于现任党魁 即首相岸田文雄 因此也是日本50年来访谈层级最高的政治人物 记者邱伯廷台北采访报导